? 好熱喔 每天我都要11點 就開始覺得好煩惱 不知道吃什麼 飯啊 麵啊 冬粉啊湯啦 其實好熱都吃不下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回家的意思嗎 什麼 因為妳吃不下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回家的 有一個聲音 好干擾 你有聽到嗎 我們台灣五十年來的古早日 有聽到我們公司的邀請 來吃看看 絕對不會漏氣 第一點知道講學校頭 洗香麵隔壁 台南罵傳統小吃 台南米糕一定是這邊的招牌 一定要必點的 可是台南米糕跟董仔米糕 董仔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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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發音要標準 有什麼不一樣呢 然後剛剛宣傳車友說 還有必點是什麼呢 排骨酥喔 喔 排骨酥湯是嗎 好 給它點下去 蛤 台南米糕長這樣子 我的印象中我以為它是 長在圓桶裡面 然後倒出來一個圓柱形的 讓它放在飯裡面 我吃一口看看啊 我覺得它滷肉蠻香的耶 我覺得它滷肉蠻香的耶 它的米粒吃起來 口感就不是 我印象中的 當阿咪哥 這麼的QE這樣子 軟香軟香的 再配上肉鬆 上面的是 魚鬆並不是肉鬆 對 它是魚鬆 對 我太餓了 加點小黃瓜的口感 因為小黃瓜它是比較酸甜 比較脆 它層質感又不太一樣 它有點綜合它滷肉的香氣這樣 欸 蕭姐覺得 調味怎麼樣 老闆好 我先跟你說它的口感 跟我之前吃過 當阿咪哥也不太一樣 它連顏覆我的印象 譬如說它來的時候 它沒有甜麵醬 它是魚鬆 對 那有什麼差別嗎 有的 因為北部這邊 中北部以上的 所謂的米粿 當阿米粿 它是 有一點類似油飯這樣 這樣做的好像是油飯 對 那所謂的台南米粿 它是完全是現增的 糯米飯 再淋上那個 它的那個肉汁 那個 我們台南叫肉汁 要調的肉汁 小黃瓜 跟這個 花生 對 那之前台灣米粿 都會上面有淋一個醬 是甜麵醬嗎 如果今天 在台南米粿 在 像我們 台南以南在賣 不可能會有用醬 那因為我們在台北 很多人就是 他也是要 他加什麼都醬 加麵他也加醬 對 對 加麵他也加醬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 粽子要拌醬 對 就是這個 我就用了這個 台中比較有名的 東泉醬 東泉醬 因為這個我認為說 這個口味比較好 那我也試試過也 還覺得不錯 南部 就不會這樣子加 因為我們南部 他加上去他就認為說 他原本的味道跑掉了 就不是原味 他也不是原味 對 沒有那個肉 就有香 糯米香也吃不出來 是 那我們聊聊這晚 因為我剛剛在滾鍋車上面 它已經一定是一個招牌菜 對不對 我們這個排骨酥 都是很用心在製作的 都可以讓大家來評分 因為我吃外面的排骨酥 它的排骨會裹粉裹很厚 可是我覺得你的薄厚剛剛好 抓了那個口感 對 我們就 粉不要太厚啦 太厚大概在吃粉 就像白骨的 而且我們挑的排骨都是比較有肉 那小姐有沒有 你有沒有點那個 我們還有 還有 我們有兩三樣是 我們的招牌 應該在台北不會有超過三家在賣 飯湯跟我們的乾麵 我們的本湯是高雄那邊的 就是加筍絲肉絲 筍絲肉絲 還有那個白菜肉 是 對 還有筍絲啊 白菜肉這樣子 我們那個湯汁是大骨湯好的 再加上白菜乳的湯汁 所以它的味道很 比較清甜 很濃郁很自然的感覺香 是 對 它有到蔬菜蔬果香 對 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裡面也很複雜 我們店裡的乾麵 有沒有看到乾麵 萬華這邊 還有乾麵 我們是特製的麵條 這種特製的這種麵條 它是屬於台南 就是說台南意麵的一種 湯意麵 它是用台南當意麵下去去做 那這種呢 你把它曬乾的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人家聽懂的 那種叫做 關廟麵 關廟麵就是這個 你把它曬乾的就是關廟麵 就是一個苦瓜 你可能沒有 你敢吃苦瓜嗎 我敢啦 你敢吃苦瓜 我敢吃苦瓜 我很喜歡吃苦瓜 你喝喝看 好我喝喝看 這個我的苦瓜 我的招牌原本是排骨酥 我在外面的廣告都會寫排骨酥 後來我現在的苦瓜湯幾乎就對了 已經快要超越我的排骨酥 真的嗎 我很多客人講 不是我自己吹的 他喝到我的苦瓜湯 說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好的苦瓜湯 我先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好 加到入口之後 會變成清甜 對 你喝那個湯湯的排骨酥 它那個肉香都含在裡面 苦瓜清甜都含在裡面 有排骨香 對 我覺得我今天無意間挖到飽了 台南麥 我會很推薦各位來吃 這是我們王衛台北的番外片 我們會繼續帶你們走訪 隱藏像弄滿了美食 請繼續關注我們的王衛台北 請幫我們按讚 分享 留言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你是隱藏的 跟